血栓就像是游走于血管内的幽灵,一旦堵塞血管,会使血液的运输系统瘫痪,其结果是致命的,而且血栓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任何时间,严重威胁着生命健康。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拢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纪委血栓与止血重点实验室主任阮长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医院院长王晨。 三位院士共同呼吁,血栓是隐蔽杀手,所有人都应具备防栓一时。 血管为什么就堵了?血栓是最沉默的杀手,无论是哪里的血管堵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凶手血栓。 血栓通俗的说就是血块,它像塞子一样堵塞了身体各部位血管的通道,导致相关脏器没有血液供应,造成突然死亡。 那个另外一边。 血栓在脑部血管产生就导致脑梗。 血栓在脑部血管缩均匀是最沉重的口发。 血栓在脑部血管的流血管内是最沉默的那种在肚子梯上抑着塞子一样堵塞子的固部。 血栓在脑部血管内是最沉默的肚子斂渣的位置。 血栓在脑部血管的流血管内是最沉默的腑荞性, 血栓入酒音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血栓在冠状动脉产生就形成心梗 血栓堵塞到肺部就是肺栓死 血栓有关的疾病像心肌梗死、脑梗塞、下肢血管病等都是血栓对人体造成的严重伤害 那个摆好一点点 那个另外一边 最令人震惊的是 99%的血栓是没有任何症状及感觉的 甚至到医院心脑血管专科做常规检查 血脂、血压、心电图等一切指标正常 却在人们不知不觉或自以为心脑血管没问题的情况下突然发生 99%的血栓没有任何症状 静脉血栓更是隐形杀手血栓性疾病包括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 动脉血栓相对更常见一些 但静脉血栓曾经被认为是少见病 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成绩 1. 动脉血栓、心梗、脑梗的根源 我们最熟悉的心梗、脑梗的根源就是动脉血栓 目前国民心血管病中 初血性足中有所下降 然而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持续快速上升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心肌梗死 2. 静脉血栓、隐形杀手无症状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血液研究所所长软肠梗教授指出 血栓是全球前三位的致死性心血管疾病心肌梗死 脑促重和静脉血栓、栓色症的共同发病机制 静脉血栓、栓色症的共同发病机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静脉血栓没有任何症状 静脉血栓形成有三大主要因素 血流缓慢、静脉臂损伤、血液高凝状态 静脉疾张的患者、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的患者、感染的患者、长期久坐久站的人、孕妇等都是静脉血栓的高危人群 发生静脉血栓后、轻者静脉出现发红、肿胀、发硬、结结、静顽性疼痛等症状 严重者发展维生静脉炎 患者皮肤出现褐色红斑 肌儿子暗红肿、溃烂、肌肉萎缩坏死、周身发热、患之剧烈疼痛、最后可能面临结肢 另外如果血栓有走到肺、堵塞肺动脉而成肺栓色 会危及生命 记住一个字 血栓不上身一生无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陈指出 事实上,静脉血栓是完全可防可控的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 连续四个小时不运动就会增加患静脉血栓风险 所以,要远离静脉血栓 动是最有效的防控措施 一、长期久坐不动 最容易诱发血栓 过去医学界认为 乘坐长途飞机与深静脉血栓发病关系密切 而最新研究发现 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也已成为发病的一大诱因 医学专家把这种病称作电子血栓 坐在电脑前90分钟以上 会导致膝部血液流动减少50% 从而增加了血栓形成的几率 接到电脑前90分钟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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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走路,动起来,从头到脚防血栓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走路是世界最佳运动之一,既简单一行,强身效果又好,不论男女老少,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运动都不晚。 美国心脏学会奠基人怀特博士也提出,从进化论角度看,步行是人类最好的运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预防血栓方面,走路能保持有氧代谢,增强心肺功能,促进全身从头到脚的血液循环,防止血脂在血管壁堆积,防止血栓形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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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